我是那种特别怕冷的人 所以我只要出门 我都会穿外套 无论春夏秋冬 而且喜欢穿着男式的外套 看起来宽宽松松的比较显瘦 他不喜欢吃肉 他喜欢吃芹菜做的那个肠粉 太多了 一单瘦肉粥要放那么多的 这里的青菜应有尽有 所以完全可以不需要种菜 菠菜 菜心 芥菜 红杏菜 白红杏菜 小白菜 还有线菜 真的是应有尽有 我刚才还在这里看到粉丝了 但是好冷啊 我穿了外套还是很冷 就是过来买菜的 四季豆 豆角 真的是应有尽有 所以 比我们那边方便多了 哦 这里还有番薯液 买一把回去吃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方姐 这段时间呢 在很多的在美国的网友呢 想要我教他怎么样做代购 我呢 不知道要怎么样教你 但是呢 我可以给你就是讲一下 我这里总结了几条 我只能给你讲一下就是 你将要面对的问题 这样子的话 你就少走一些弯路 首先 做代购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职业不分贵贱啊 只为一日三餐 而且在美国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 也都是在做代购 但是 说到这里 你就要想到说你是要怎么做 如果你是单打斗斗 那么你就是只能在微信上做一做 在微信上做呢 首先你得有人脉 人家那些高学历的 他在学校待了很多年了 他是一定有人脉基础的 但是你不一定有 就像我来的时候 我的微信里面就只有38个人 全部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朋友 然后就是三姑六婆啊 然后呢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入住平台 就有一哪些平台可以入住呢 就羊马头 小红书 抖音 快手 密城 嗨购 淘宝 京东 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这些平台呢 它是一个平台流量 所以呢 你就不用为你的流量发愁 像微电 微信小程序 这个呢 你就必须要有一个自带流量 就是你自己本身带来的一些人脉吧 人脉资源 但是所有的这些入住的这些平台 包括微电 微信小程序 它都是必须要有营业执照 和那个银行卡 就是和你的营业执照 绑定的银行卡 你在任何一个平台 你都必须要有一个营业执照 我去年就请别人给我做了一个微信小程序 就花了一万多块钱 就叫Greece好物馆 美国这边的话是这样子的 你的收入它都是要报税的 就是你如果是收入的不多 你一开始做的不怎么样 然后收入不多的话 你可以不用报税 但是如果你输入多了的话 最好是报税 免得麻烦 像我们的话是自己有公司 然后呢 有营业执照 就是有Resale License Resale License呢 它是指中的那些 wholesale的 就是批发 像Costco那种店里面呢 你可以去买东西 或者是你要去那些公司里面买设备啊 或者是 比如说你要给公司里面买电脑啊 或者是买纸箱啊 买那些 从别的公司里面买东西来的话呢 是可以不用交税的 就消费税 就可以不用交消费税 你去卡索买东西也是不需要交消费税的 但是呢 如果你把你从那些免税买来的 没有税的东西 你要是卖给你身边的人 你是要交消费税的啊 但是如果你把你的这些东西 你是卖到国外去了 他就不需要交消费税 你要是卖到免税州去了 他也不需要交消费税 然后就是一个自己的收入 也是要报税的 所以呢 你必须要有一个会计师 最重要的一点来了啊 就是你一定要得到家人的支持 你知道生意没那么好做的 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奇葩客户 然后你就是有没有那种承受能力 如果你既没有人脉 也没有办法弄营业执照 然后平台也做不了 微信也做不了 但是你身边呢 又有很多的资源 就是进货的资源 那么你就可以做一些美国的平台 美国的平台有100 就是他们的抽成 大概是在16% 也就是说你卖100块钱的东西出去 到手 只有84 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去算一个成本 然后就是亚马逊 然后还有一个叫马卡瑞的 它是13% 然后一个Push Markets 它是20% 最好的就是脸书上的Marketplace 它是免费的 而且它会帮你推给周围的人 然后呢 就是有一些就是当面交易的一些平台 就是Let's Go 还有这个Five Miles 它都是面交 就是当面交易 然后也可以发货这样子 但是这个上面片子也很多 你就要非常的小心 还有什么 注意事项 所有美国的这些平台呢 你可以卖全新的 也可以卖二手的东西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就是绝对不可以卖食品 保健品之类的 就是婴儿来粉呢 尤其是像那种吃 凡是食品的都不可以在上面卖 100和亚马逊上面的话 如果你是有公司的话是可以卖的 其他的一些平台的话 你最好不要卖 一卖就会被封电 跟别人当面交易的时候 最好是不要约到家里 就是约到人多的地方 像沃尔玛呀 还有像其他有人的地方去交易 如果做美国平台的话 你首先要有一个QuickPi的账号 就是这样子的话 人家就可以给你转账 像羊马逃小黄书 抖音快手 密城这些的 像金灯淘宝的这些 它都是要交保证金的 金灯的话 我知道是10万 还有密城也是10万 然后还购的话是1万 亚马途的话是5000 小红书不知道是具体多少 但是它是自带流量的同时呢 它也是有一个提成的 也就是说你在那个上面 你要卖一个东西的话 比如说你在朋友圈 你卖1000块钱就有利润的东西 你一旦到了平台 你就得卖1100到1200 你才有利润 然后就是到后来 你的这个交的这些保证金 能不能拿回来 还是一回事啊 微电和微信小程序 这些自带流量的一些平台呢 微电的话 它也是要交个 也是有保证金要交的 微电和微信小程序呢 它是没有平台费 但是它有一个千分之六的提现费 所以相对来说呢 你就是可以卖的 比在其他的平台要便宜的 人嘛都是爱比价的 谁都愿意花少一点的钱 去买同样的商品 淘宝呢我最近又开了 但是呢我没有上架什么东西 因为淘宝它是 你一旦做好了 它就会有很多麻烦 而且很容易被碰瓷的一个地方 所有的短视频平台 都是不可以引流的 所以呢就是不可以 随便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你们 这就是我为什么 都没有在回评论的原因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 做代购是一个五本生意 但是如果你想要做好的话 肯定也是要同货的 就比如我今天我就买了 五十套的那个 雅士兰带的四件套 就是为了给销售员做业绩 最后我想说的是 做生意它不是只赚不亏的 所以呢你在做生意之前呢 你必须要做好一个亏的打算 而不是做好一个只赚钱的打算 有一些网友说 让我说一说我前任的事 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一个男人有什么好说的 我是房姐 下次见 好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